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处理函数中匹配的两个函数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替换和分割的函数 好 我们把上节课的课架打开 把这些删掉 看一下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字符串中提供的函数 STR REPLAC 这个替换函数 还有STR 这个 IREPLAC 这两个函数呢 下面的函数和上面的区别就在于 不区分 大小写 然后和正则表达式中的 PREG 消息 REPLAC和他对比 这是 正则中 替换函数 这两个对比 那咱先来介绍一下字符串中提换函数 STR 这函数是系统提供的 也就是字符串处理函数中的 字符串中的替换函数 系统提供的也就是PRP呃里边给我们提供的 然后 然后咱们交上这个呢 再介绍下边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原型 咱们搜索一下 STR 消息 RE 这个 看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 看一下 他有三个参数 一二三 呃 前三个参数呢 是必须的参数 最后一个参数呢 需要传一个变量 你看有安德福引用 需要传一个变量 一个科研参数 这里边啊 第一个参数 为目标对象 也就是你要搜索的那个字符串 第二参数的是将搜索到内容替换的对象 替换成什么 第三个呢 则是需要被处理的 字符串 也就是在第三个参数中 找到第一个东西 替换成第二个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参数呢 是指定 怎么呢 替换了多少次 会返回给我们 比如说 他有这么几种用法 你看参数啊 里边传的不一定是字符串类型 他有其他类型 所以我这里边给你总结一下他的用法 第一种用法 第一个参数 使用字符串 第二个参数也使用字符串 第三个参数也使用字符串 第二种用法 第一个参数使用数组 第二个使用字符串 第三个还是字符串 第三种用法 你知道第一个使用数组 第二个也使用数组 第三个还是字符串 当然都可以使用第四个参数 返回替换的多少次 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啊 举一个 简单的 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随便做一个字符串 等于 http 冒号 3w.bydu.com 下方线 index.asp 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那你看我怎么替换啊 所有的字符串处理函数 基本上都是原字符串不动 返回的是一个新字符串 是用函数处理过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返回的新字符串 等于用str 效果信re plac 替换 第一个是字符串 将 百度 替换成 google 你看一下 在哪个字符串里呢 在这个字符串 将百度替换成google 那这里边假如说 我还有一个字符串 百度 目录下的 index.asp 那你看返回来这个字符串 我先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原字符串 换一下行 再输出一下新字符串 再换一下行 你看一下输出的结果什么样的 我们来访问一下 你看 摆所有百度的地方全换成google了 只要他能找到 在这里边有符合能找到的东西 不管有几个 通通换成第二个参数 这就是第一种用法 我保存一下 比如说就保存111.pp 这是第一种用法 比如说 我把所有找到的内容都换成 在一篇文章中 把所有找到的东西都换成红色 比如说搜索字符串的时候 像一个网站 我一搜索某某关键字 那这关键字都变成红色 那假设我用这个怎么替换呢 很简单 比如说把搜到的 假设这里边 做菜的长长的 假设这里边 我这里边搜到 比如说 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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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有PSP的字样 PHP 多加几个 你看一下 现在没有呢 那当然他就不会替换了 你看 还是原因输出两遍 你看下面我把搜到的字符串 因为我搜 假如说这最用两个变量吧 搜索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起的一个变量叫做S 用这个做变量标 搜索SERCH 搜索搜索标志符串 比如搜索PEARP 把搜索到的 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 红色的字 也就是让搜到的内容 变成高亮显示 斜杆 Font 然后这里边连接 搜索 到的字符串 就看你搜的什么了 不管你搜的什么 都把搜索到的变成红色 你看一下 那第一个参数我就传搜索 第二个 就传一下 REPLAC替换 你看一下 所有PLP的地方全换成红色了 假如搜到的关键字 或替换成红色 那我就可以用它去处理一下 那比如换一下 比如搜到的 函数两个字 这里边有函数两个字 把搜到的都换成红色 你看 所有函数的地方全变成红色了 就关键字返选 就是这么实现的 好 保存一下 这就是使用替换函数 搜索的这个 那当然我还可以使用第二个 传一个变量 我想知道替换了多少次 COUNT等于零 默认等于零 然后把这个变量传进来 如果他替换了几次 就会设置这个变量直视级 所以我在下面可以输出 一共 被 替换 了 这么多次 替换了多少次呢 我这块 连接上 $COUNT 准备这样空格 你看一下 函数这关键字被替换了几次 一共替换了19次 也就19个红色的 那假如说我这换成P2P 你再看一下 一共替换了8次 一共8个PHP 这是第一种用法 再保存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种用法 也就是将 所有数组的 也就是第二种用法 两第一个是数组的 换成统一的一个字幕串 那怎么换的呢 你看一下啊 只要我这个搜索这块是一个数组 比如说我这块是一个非法关键字 假如这里边非法关键字有什么 有LAMP是非法关键字 P2P是非法关键字 还有什么阿帕奇是非法关键字 还有MySQL是非法关键字 假如说这么几个 这得写着 阿帕奇 Linux P2P 叫做MySQL这么几个 而且我想不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我在这时候加个I 因为MySQL有可能是 比如说阿帕奇啊 MySQL有可能是大小写的 假如这得加MySQL 你知道 我把所有的 比如说有LAMP的字样的 有 啊 阿帕奇字样的 有Linux字样的 有 MySQL的 有 P2P的 通通换成什么呢 换成 假如说换成星 两个星 你看一下 这就是你非法关键字 那你就可以往这数字里加了 假如说你用户定义100个非法关键字 那所有这篇文章里边 有出现这个非法关键字的都被换成星 或者是你写成空 那就都被删除了 你看一下 一共被替换了多少次 你看 所有有上面英文字母的地方都换成星星了 就是非法关键字 一共被替换了15次 这就是啊 第二种用法 保存一下 那么再来看第三种用法 两边都是数组的 什么就两边都是数组的 你假如说这几个 你看啊 嗯 se t换这也是一个数组 那你数组这就要有对应关系了 比如说把所有lamp的都换成j2e 把所有alpha旗的都换成tomcat 把所有linux的都换成windows 所有my circle都换成oracle 所有prp的都换成gsp 你看一下 你看 gsp g2e tomcat 跟上面对应的 有prp地板都换成gsp 有my circle地板都换成了oracle 有linux都换成了windows 这就是两个一对一的怎么替换 将多个替换成多个 这是多个替换成多个这种写法 这是替换的第三种用法 那么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啊 上几个课咱们看到的 你看啊 哦 这已经打开过了 你看上几个课咱们替换的 这个是2.prp 我访问一下啊 2.prp 你可以看一下上几个内容 将这个替换成网址的内容 是使用正则 然后使用这个就是替换 一个一个替换的 那现在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替换了 怎么的 既然匹配出是数组了 我也不用便利了 你看 我只要怎么替换就行啊 很简单 既然是第一个是数组 所以我只要将第一个里边的谁啊 嗯 匹配到的 假如换成统一的一个替换 也就是把所有的这里边 AR中的 零就代表什么 按照的上一个匹配的 是所有UR地址 都换成 你看一下 嗯 都换成红色的 你看用一个就行了 F1T 颜色等于RED红色的 都换成统一的一个地址 嗯 如果每个地址还是保存原来的 那咱们第二个 也得是一个数组 对吧 也得是一个数组 那你就可以便利的数组吧 咱就统一的换成一个吧 比如都换成 是 http 冒号 3w.百度.com 你看 就将这个数组 直接一次性全替换了 但它换成是统一的红色的地址 都是百度.com 这就是用到咱们第二种方法 将统一的一个地址 以一堆数组 换成统一的一个地址 当然要对应的替换的 还得刚才那种 呃便利方式 或者是你再做一个对应的数组 两个数组对应着 你可以再呃 比如说 我这样用自无串的另外一个数组的另外一个处理函数 这个函数 呃 假如说用 用这个吧 数组里边有一个叫做呃 Map映射的函数 你看啊 A R A Y Map映射的函数 你看把传进的内容 你在怎么处理之后 再返回去 用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函数 经过它的处理的返回去 那好那我就用这个 再做一下 比如说我把还是换成对应的地址 怎么做呢 做一个添加啊 连接 link的一个函数 将传进来的UR 呃 将传进来的所有UR 分别返回 FNT字体的 呃 连接吧 HIF等于 呃 就是这个传进来的UR 这就加上连接 然后 斜杠A 你看用这种方法做 再连接上 到了UR 然后用那个Map的函数 只要我在这传 只要将什么呢 A R A Y 跟这数组函数 数组当前面介绍过了 看这个函数的参数 我记得这函数到前面 呃 也讲过 你看啊 需要一个参数 然后呢 调用什么函数 将什么 呃 哪个数组 所以呢 我这里边 要用的是 这个函数 添加 链接 函数 将谁啊 A R 综号0 这样的话 数组里边 也就是所有匹配到的UR 都经过这个 都加上这个 然后也 反回来的还是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数组 替换成这个数组 你看 比刚才那种写法 比刚才那种写法呢 要简编一些 哦 看哪写错了 A R20里边的所有传过来的数组 都返回这个数组 没问题啊 看一下哪块写错了啊 返回一个字幕串 哦 这写错了 Map 得用这个函数处理啊 这样的话把分别 把数组每个元 传到这里边来 然后这里边再分别 不是直接的一个生命数组 刚才少写了一个 你看 地址对应了 就不用循环去做了 好 保存一下 这就是字幕串 函数和数字 函数一个配合 一个替换 但这些呢 都不够方便 一会咱们再改版 那咱看一下 既然这个完成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谁啊 这是字幕串 替换 其实它可以完成 大多的功能了 比如说像刚才那种地址替换呢 或者是 呃 关键字的非法关键字 换成什么东西啊 对吧 都可以替换 使用上面那种 但是功能还不够强大 那你就看下正则表达式中的 字幕串处理函数 看一下这个替换 他这里边呢 也是四个参数 也前三个参数 也是必须的 把什么匹配到的模板 替换成什么内容 在哪个字幕串里边 跟刚才字幕串处理 还是用法 基本上很像 但是他也有多种用法 你看 他也有多种用法 然后最后一个呢 不是说替换了多少次 是限制去替换几次 你看啊 比如说 嗯 在代目里边 他有很多种用法 比如说第一种用法 这个的 就是正常使用 将什么正则 匹配到的 替换成什么内容 你看 比如说 输出 原型 然后我可以输出 替换后的 你看啊 PREG 消耗线 MATCH 就看我怎么替换了 我想替换成什么 在这个字幕串里边 STR 替换成什么内容 那你得先看 你匹配了什么内容 比如说 我把所有的W 把所有的字 都换成 你看 都换成 哈喽 把匹配到的所有字 都换成哈喽 你看很简单 换成代目 收信一下 嗯 那匹配出来 这样吧 嗯 匹配 A到 Z 或者是大A到大Z的字母 把匹配出来的 这是匹配啊 我写错了 REPLAC 把匹配出来的 小A到小Z 大A到大Z的所有字母 都换成 哈喽 这块可以是 一个或多个 你看 所有匹配到的都换成哈喽了 你如果用自乎串 你把所有的字母都换成哈喽的话 就做不到 或者我把这里边的所有的字母都删掉 你看一下 如果你用自乎在替换的话 你得写出来是什么字母 而我们这个呢 只是一个模板 只要是字母就可以 你看我就可以把字母都删掉 这里就没有字母的东西了 就很方便 就完成这 这一步 不要21.php 保存一下 这是第一种用法 正常使用 也就是 PREG 消息RE PLAC 里边第一个是 模板自乎串 第一个是自乎串 第二个呢 也是模板自乎串 然后第三个呢 也是需要处理的自乎串 当然 他有第四个参数 不是咱跟咱们正 自乎串替换不一样 他这里边不用传一个变量 是直接传一个整数 比如说我传 10 只替换10次 那前10次被替换了 你看 后边这些字母就出来了 你看假如说我11 那 Linux又没了 你看 这里边Linux又没了 因为他是第11次 你看 买4个后边他有 所以这个是指指的是限制被替换几次 而不是呃替换几次告诉我们和那个 上面的自乎串替换那个不一样 最后一个参数 这要记住啊 但是其他的参数是一样的 只不第一换成模板 匹配的一个模式 符合这模式的都替换成什么自乎串 这是第一种用法 你看第二种用法 咱们先 不用 呃 数组的形式 你看 第二种用法是 在 正则 中的 呃 正则中的 子模式 可以用到 第二个参数中 可以用到第二个参数中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 把匹配的所有字母都变成红色 那怎么办呢 我这需要加一个红色的一个 红色 颜色等于 red 斜杠red 不是斜杠font 你看 能把这里边匹配到的子模式 我记得咱们前面讲过 很多地方都讲过子模式的概念 我加该那就怎么的 匹配A到Z 不区分大刀写的A到字 不区分大刀写 一个或多个 然后呢 这加A不区分大刀写就不用写大A到大Z了 然后换成红色的 比如换成红色的3W 你看这里边所有字母的地方都换成红色的4个W 但是我还想保留原来的那个字母算 那匹配到什么内容 如果在自己的模式中用 那直接用斜杠一啊 斜杠二啊 取出第一个字模式 第二字模式 在这里边也可以这么用 比如说用斜杠 斜杠一 这里边你就不用加两个斜杠了 因为咱外边用的单眼号 外边如果用单眼号的话 里边的斜杠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直接用一个斜杠一 你看一下 因为这里边括号里边是第一个字模式吗 就会把这个内容拿到被替换字母串中 嗨 比如说第一次这里匹配到PRP 好 把PRP拿出来放到这块 那PRP变成红色的 然后匹配出lamp 把lamp这匹配出lamp 把lamp拿出来放到这来 那这块就是lamp内容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 把所有匹配到字母全变成红色 就可以做到了 那同样的道理 你看刚才咱们这个 这还是这第二个用法 如果我用正则替换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你看多容易啊 你看在这块 这也不用做了 这个函数也不用写了 你看 直接我用什么 直接用替换的就可以 直接获取到模式 你看直接使用PREG下号线 MATCH匹配 URL 把匹配到的URL 我上面这块去掉 因为那太多了一个 啊 3W一直到这会儿 这个多一块号啊 去掉 你看 把匹配到的所有URL 这就不能匹配了 用替换REP PL AC 中够号 也不用中够号了 只要符合这个 在上面符合这个模式的上面URL 都符合这个模式 把符合这个模式的 哪里的 存进来STR这个 换成谁啊 换成A电接 斜材A 然后你看一下 上面这块里边框是紫模式 有多个紫模式 第一个紫模式 第二个紫模式 第三个紫模式 第四个紫模式 这四个紫模式取出来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地址 斜杠一 冒号 两个斜线 你看啊 HTTP 什么什么 第一个紫模式 然后斜杠二 把三达本主机取出来了 然后斜杠三 把中间那个玉取出来了 然后斜杠四 把顶级玉取出来了 所以现在你看一下 这在访问刚才那个地址啊 2.PLP这个 出现一下 你看地址 在这地址链接的位置都是空的 我还想链接到这个位置 怎么办 这会同样用一个什么 用这些字母 取一遍 你看一下 就取出来了 所有地方都换成这个链接了 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我这会儿得连接什么 这有不对的地方 只取出来了 但是我中间没有点连接啊 我这会儿得用什么 RTTP什么什么点 这个什么什么点 这个 二这会儿有点 三这会儿有点 班长你看这里边连点都没有 你看这个3W点百度点 一点看就可以了 所以用一条语句就可以把所有链接都替换成对应的 主要是咱们这会儿用什么了 紫模是可以用到第二个参数中 紫模是可以用到第二个参数中 你看这里边用一条语句就行 当然你不用一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在这个里边还可以用$大括号一 你看啊 $大括号二 $大括号三 这种也可以取子模式 $大括号四 你看一下效果一不一样 你看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在 看这个在这个里边 也就是替换字幕菜中可以取到模式中的子模式 匹配的内容直接拿过来 就把缓存内容直接拿过来 可以用斜杠一这种方式取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取 这是可以的 所以用一条语句就可以做到 看到没 一条语句就可以 看一下 这是这两个例子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看 看第三种用法 第三种用法 在 呃 替换 也就是 第二个参数中 调用 函数 什么叫第二参数中调用函数 比如说我把匹配出来的所有字幕份 红色的 而且都让它变成大些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看我在这写上红色的字幕串 str 你要在这啊 在这吧 在这吧 下销线 upper 看一下这个函数怎么写的 全变成大写的 to upper 这个函数 传进来 全变成大写 好 放 啊 证错了 看一下 然后把 然后把 匹配到的内容放到这里 然后当一个字幕串去处理 然后外边红色的字体 你看一下 现在可不可以呢 不是这个啊 是demo那个 这俩例子有点像 demo.pp 你看 直接就是这函数 没有执行 那怎么能让这函数执行 你看一下 我在这加一个e 哦 有一个解析错误 等一下啊 str啊 这块得变成红色之后 得让它连接 嗯 先这样做 先不让它变红色的 但一会得连 让它变红色 你看一下 我现在不加e的时候 不加e的时候 你看一下 直接把这函数名 替换过来了 根本就没执行 所以我这会加一个e 你再看一结果 你看 所有都变成大写了 所以呢 在这个里边 能不能掉用系统函数 和自定一函数 就决定这个e 所以咱们看一下手册里边 你看 模式修正符里边 当时咱有一个妹讲 就是这个e 你看 此模式修正符 放在他中 在t字符串中 对逆向引用 做正常递换 将其作为pp代码求职 并将其结果 来替换所受的字符串 在这里边 所以呢 这个e模修正符 就意思是 在这个替换字符串中 能不能调用函数 那你可以把调用的结果 比如是在连接上 F问题 假如刚才咱们没实现 没成功的 我再这样写一下 鞋杠F问题 变成红色的 大写的 你看一下 哦 这个问题 有些问题 里边再加上双眼号 连接一下 切换一下 翻译号 因为他这里边 必须得是一个 完整的字符串的形式 才可以啊 不然的话 它是执行不了的 诶 还有一些问题 怎么没替换成 看一下 字体 红色 一点点写 F问题 等下这里边 加个点啊 等下那是 有一种连接的感觉 好 变成大写了 然后红色还没变 那这里边就会登加吧 颜色等于 RED 你看一下 这个就可以了 红色大写字体 关键字 就可以了 所以呢 也是在模式中 替换这个字符串中 使用到模式里边 比如在这里边 可以让他掉用函数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加个E就可以了 这是E模式 修正符的作用 需要 在 模式中 使用 E 模式 修正 符号 需要在这使用E模式修正符号 这是第三种用法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第四种用法 你看一下啊 其实手册里边跟我们写的都很详细了 怎么用 第一种用法都用过了 这种用法都没用过 嗯 这种都没用过 刚才咱们用的是这种用法 在这里边替换成定用函数的形式 替换成某个值 这咱们一直在用啊 将他这里边替换成某个值 然后咱看最后一种用法吧 也就是他这里边给出了四种用法 值跟他写的顺序不一样 就是也是他的最强大的地方 在前两个参数中都使用数组 第一个是模板有正则的模式 那也就是说可以一起将多个正则模式 正则的模式 同时替换 成多个值的形式 就这样第四种用法 那咱们来看一下 怎么将 啊 不同地方换成多个值 假如说 不知道大家在网上论坛上发发过帖 用没用过叫 BB code 你看我 我现在找些本机的论坛吧 你看啊 大家在论坛上应该都发过帖 你看我这是登录状态呢 比如说 我现在 啊 选择一个专区 然后新帖 发表话题 你看一下 有一个主题 啊 这是一个 PREG REPREC的实例 然后一发表一篇文章 你看一下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边 我分成几段吧 你看啊 我将这个 设为初题 你看两边加个B标签了 有的编辑器是直接换成这种B标签 也就是直接换成这个这种B标签 B 然后斜杠B 这就是直接是RTM标签 但这种RTM标签的 你在往数据物插入的时候 咱们通常是要把它都转成什么 转成实体 或者是编译过它 或者是把它过滤掉 删掉 所以一般呢 我数据物存就会把它去掉 而我们现在换成这种码 它不是RTM标签 所以我没有函数 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呢 这里边编辑器呢 里边这个FCK都给我们写好的 每一个对应的是一个不同的标签 比如说我将这个字体 MySQL这个 换成U 什么加上下方线 将这个字母串 加上I 什么 让它变成斜体 然后将这个 字母串 字体大小 比如说旗号大小 然后这个 我让它居中 然后这个字母串 我让它颜色 变成粉色 变成这个颜色 你看一下 我一发帖的时候 如果这样的数据 我数据库插入的时候 它里边写的不是RTM标签 如果写RTM标签呢 就会变成实体了 你看 假如说 我先摘下来啊 我把它换到这个字母串上 你看 我只简单的写了几个 但这里边每一部分章都可以做 你看 我现在发帖 发表话题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 加出体的 然后这是什么什么字母串 你看我加上这个的字母串 B标签 它就并没有处理 你怎么发的 就怎么反回来的 已经给我们变成RTM实体了 而这字体变大 字体变颜色 这样的码 叫做UBBCode码 就刚才当写的这种码 叫UBBCode 不会被系统给它过滤掉 转成RTM实体 这样能够插到数据库 这样在取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它 对应的地方换成RTM标签 那这样就有不同的地方了 比如说B标签 我沾一下 有可能有很多B标签的地方 你看一下 有可能有很多I标签的地方 那你不能一个替换 又一个一次一次的替换 然后循环 那人就不好处理了 所以咱们现在我可以怎么办呢 你看 可以在这个字幕串里边 我不只能替换多少次了 我将所有的UBBCode 这个模板替换成 替换成对应的RTM标签 对应的RTM标签 它们两个都是数组 我加个S 所以呢 我在这里边 UBBCodeS 等于ARAY 是一个数组 然后这里边 HTMS RTMS也是一个数组 它俩一定要对应 这里边写一个模板 就对应这里边一个被替换的字幕串 然后前面使用那种方法的 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到 那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替换 比如说 我这边找一下 嗯 逗号 先一个一个写吧 将所有的比如说B标签 斜杠B标签 然后中间是点星 当然你 前面咱们已经讲过防止取消重复模式 要么在这加万号 要么在两个斜线后边加什么 加U 当然这俩加大U 但是这俩不要同时全写 你可以不区分大U写的 那我这会加万号了 后边就不加U 就去到重复模式 把所有B标签都单独匹配出来 然后两个B标签中间的内容 我用括号括起来 什么叫两个B标签中间内容 你看 B标签 这是两个B标签中间的内容 我用括号括起来 就是子模式 然后可以在这里边把它取出来 你看 替换成 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B标签 斜杠B标签 斜杠1 这样呢 我就把找到的所有中间内容 有B标签括起来这些内容 也就是 刚才这个模式能匹配成 把这个匹配到 替换成这个B标签 那我们就页面上就看到的 就是一个加出的 当然了 我这里边得转译 不然的话 它不是B标签 而是单独匹配一个B吗 因为它属于那个原子表吗 所以咱们把可能有问题的 统统把它转译 使用它原型 好 这位你就看下简单的 B标签会没有一遍 其他先被管 你看其他先都没替换 但是有B标签的 现在都换成什么 都换成初题了 你看有几个地方 一俩三 四个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面这块 直接看这已经能看到 一个地方跟它对应的 啊 这块是原来那阿帕奇 那个原型那块 因为咱们没有把它 过滤掉 转成尸体过滤掉 自无串还是咱们 我记得前面讲自无串 说过 怎么把这个B标签原有的 那个B标签过滤掉 也就是把这个标签过滤掉 不让它直接 换 而这种是替换不掉的 那它可以转完实体之后 你再替换就可以了 那好 同样道理 我在写什么 假如说写上 I标签 U标签吧 斜杠U标签 不区分大家写 中间括号 中间的内容可以是点星 但是一定要加问号取消 紫模式 然后转移 转移 转移掉 到号 再把所有的 综号 综号 I标签 斜杠I标签 然后 点星 问号 转移 这个转移掉 这个也将其转移掉 转移掉 好 我下边得写三 I标签 写U标签 换成U 换成斜杠U 斗号 换成I 斜杠I 记得这里边每一个模式对应的子模式对应下边一个不能说上面是一了这就应该是二这应该是三呢不是那样的一对一的关系一个对一个的关系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斜体加下落线的能够替换下落线的好用了找一下斜体的 我这里边有没有斜体的I字无串中替换函数是斜体的 这呢字无串中替换函数是斜体的就不用了那红色字体其他怎么做呢跟你样你就找规律 比如说啊红字体是color这个标签所以这会我们就匹配 总括号CORORColor标签 斜杠COROR 然后同样中间是内容 括号 点星 问号 但是我们这会得匹配什么空格 你看颜色COROR 颜色等于 你之后也加括号 点星 问号 把所有颜色匹配到 然后字体呢也是一样的 斜杠 F1T 你看找一下啊 直接写出来size 不是这个size尺寸 鞋盖 size尺寸 然后这块 括号 点星问号 体费到所有东西 然后这块size之后 直接等于一个值 那就点星 问号 这也得将它将是紫模式 好那下边这个 多少号 匹配成 font字体 size颜色 等于 red 红色的 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还说不准 你看斜杠1 然后中间内容斜杠2正有两块号 然后再斜杠 font 再斗号 字体 尺寸 等于 斜杠1 然后斜杠2 错了 这块 放在这 斜杠2 然后斜杠 font 字体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上面之后 我们还得每一个都得怎么的 都得给它转译 有问题的 或者是怀疑它有问题的 通通给它转译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 转译 转译 这转一下 这个转译 好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两个也换掉 你看这旗号字体 但是有一个颜色的 我们没换掉 就是color这个 让我们找一下看一下是哪写错了 西娃娃颜色 啊 直接这块是颜色等于啊 因为它上面后上看错了 再让它看一下 能不能变成 看这个变成红色了 那同样居中的 那这个标签居中的和上面的写法不一样吗 我再粘过来一下 你看居中的 把这个换成 align align 只不过这会变成了是 align等于什么值 那这会换成同样换一个 啊 P标签 align 等于 斜杠一 然后斜杠二 斜杠P 就可以了 你看 这是它居中 所以用同样的办法 就算这会我刚才 你看我这会刚才只写了一部分 如果把这发帖的时候 比如说恢复 你看这里吧 我选择每个部分就是加链接啊 对吧 里边输入一个地址 同样是这样标签可以写出来 建议用啊 看一下 都可以把它替换成对应的 所以呢 这里边按久 只要一点击在两边加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再用程序把它转换 这就是替换的第四种用法 两个参数都是数组 有堆堆一堆堆堆堆的替换 这样的用法比较常见 咱们经常会这样做 把找到的对应的模式替换成什么 一次性能将一篇文章也好 一个网页也好 整体想换什么 一起全换掉 这就是替换的强大的地方 当然这个函数 你觉得还不满足 你还需要有更强大的东西 那你看还可以怎么的 还可以用回调函数 你自己用函数去定义 什么调用 那这个函数我就不讲了 然后你可以通过手册 参考这个回调函数怎么用 然后 把它 替换成 替换成你想要的东西 这函数我就不讲了 这是替换函数 然后你保存一下 所以这里边咱们讲了自乎串的替换函数和正则表达式的替换函数 希望你可以对比选出根据你的情况 什么样去用 因为替换基本上是咱们每个程序里边都要用到的一个功能 我把每一种方法都给大家举例了 希望大家能熟练的去应用 也就是以后遇到自乎串替换 你能马上想到使用自乎串的替换函数 还是使用正格的替换函数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割 刚才已经保存了 我就删掉了 分割 因为说自乎串有这么几个作用 分割 匹配 查找替换 那查找 匹配替换都做完了 咱就看一下分割 假如这个 随便的一个自乎串 你按什么分割 简单的分割 我再随便做一个吧 比如这个自乎串等于 192.168.1.128 假如这个把它分割成网络段 和主计段 那怎么办 我用自乎串本身的处理函数就可以完成 用自乎串本身的 就可以搞定 那怎么搞定呢 你看一下 用这个就可以 EXPLOD 当然一个要如果分成多个的话 怎么的 如果将一个函数的 呃 一个字乎串分成多部分 将这个字乎串 那他反回来的值肯定就是一个数组 你看我用点分割 分割之后的部分肯定是一个数组了 看我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样 你看是不分割出来的四部分 192.168.1.128 分成四个字 所以呢 嗯 如果简单的按一个字符 或者是按一个字符串来分割 比如说按168来分割 按一个字符 或者按一个字符串分割 你直接可以用这个 这就分开成两部分 如果你要是按一个模式去分割 比如说我想统计出 这里边一共有多少句话 那我就看按标点符号分割 那我这个就做不到 对吧 那你看 假如说我按标点符号分割 我得怎么办呢 我用这个 嗯 刀的符 ARS等于 你看啊 用PREG 消息 SPLIT 用这个分割 在这个字符串里边 按什么分割呢 那我得写一个正德表达式的模式 想知道有多少句话呢 当然按逗号或者句号 或者是问号 或者是分号 或者是碳号 自己标点号分割就可以啊 那我只要知道 直接答案吧 我只要知道数组的长度 我就知道一共有多少句话了 你看一下 如果你把所有标点方法都写全的话 嗯 不论他 分割字符串 打印这个数组 嗯 对啊 他怎么就分割成了一个字符串啊 哦 这里边是中文的标点符号 我那里边还只有多少是中文的啊 中文的和英文的是不一样的啊 你因为没有英文的 所以分成一个 你看这个就分成了多少个 零 这是原来的那个啊 这个你看 零 只要有那符号的都去分割了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一共有多少句话了 这会如果输出这个速度长的就可以了啊 这没有输出 你就可以知道输出多少个了 看一下 那我把输出所有的这些话呢 假如说我也不打印 我在组合 那组合呢 这两个可以用一种组合 当然你用一个符号组合 或者用一堆符号组合都行 用G-O-I-N 他有个别名叫什么 I-M-P-R-O-D 组合 将什么和什么组合呢 比如将A-R-S 按 写反了 用一行等号 将谁啊 将A-R-S组合 你看组合后的内容 就不是一个数字了 而是一个字符串 你看把所有的 每一句话都用等号 给他组合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了 所以呢 分割和组合 这俩是相当于成对的 一个可以分 一个可以组合 这个可以按模式去分割 你喜欢 也就是你把匹配到的任何内容 你想作为分割的东西 他就没有做不到的 比如说按所有数字分割 按所有字母分割 你如果按某一个特定字符去分割的话 你就使用上面的 如果按一个模式去分割的话 就使用下面这个 比如说按所有字母去分割 或者按所有这根综号去分割 对吧 那你就得使用正的表达是模式的分割 这是对比来说 所以分割函数字母串的分割 使用这个EXPRODE 正则的分割 PREG 啊 呃 SPLIT 这个 这个是 按 啊 某个字符或 字符串 去 分割 而下边这个 按一个正则的模式去分割 所以呢 你分清什么情况下用哪个 当然组合呢 如果将数组组合 当然都可以用通通的用一个 或者他的别名 这两个还是一样的 这是别名的关系 所以分割比较简单 没有像替换那么复杂 你看这里边 啊 他系统给我们提供的实验也是很简单的 一个简单的分割 比如说按所有空白去分割 这个等等 都是一样的 但也有限制分割多少次 那下面这些标记 你再看一下 都干嘛用的 其他的几个参数 比如说第一个 如果设定了这个参数的话 则这个分割呢 返回非空的部分 也就有空的地方 他就不返回了 因为刚才咱们返回就有空的地方吗 然后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那么 定阶符模式中 括号表达式 也会被捕获并返回 也就是 呃 括号那个表达式 他也会能匹配到 然后返回 就紫模式那种 等等吧 但你一个一个去试一下 这会也有限制 分割多少次 但这里边还有好几个 咱们都没说啊 比如说 这个 在数组里边匹配 假如说这样的 把这个删掉 假如做一个数组 你看啊 张 三 李四 数组单 东京又多少隔开啊 李四 王五 赵六 赵六 王五 啊 哈喽 你看这里边 啊 还有是 假如说 你好 现在这里边 你想找什么奏串 都可以从他里边匹配出来 他也是一种匹配的函数啊 你看啊 匹配 直接我写了 PREG 下号线 GREP 从这个数组里边 你想匹配出什么来 你在这就写什么模式 比如说 我想把 带有空格的匹配出来 那这里边只有张三和你好 这两个是带有空格的 那空格怎么写呢 斜杠S是在空白的 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空白的 你看啊 张三和你好 那我想找非空白的呢 想找非空白的呢 怎么办 必须是以 大S开头 有一个会多个 然后以非空白的结尾 你这边再看一下 那非空白的都取出来 你看一下 然后我只想取 啊 这些东西 然后我只想找里边带数字的呢 写上D 你看只有带数字的能取出来 你看王五和赵六 这个五和六是阿拉伯数字 所以这个呢 不是从某个字幕串里边匹配内容 而是从数组中 把符合条件的匹配出来 是这样的 所以你在数组里边想找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找到 用这个匹配 当然我们还有 像这个咱们也没看 比如这个干嘛的 你看转移正责表达是符号 怎么转移正责表达是符号 你看呀 你只要将这个握着这个词 你把它放到这个里边 那你想象一下会出现什么什么意思 如果不加这个的话 你不知道将他将反引号 如果放这个的话 所有 跟正责冲突的原字符 你看包括这些字符 他都会给你手动的加上转移字符 都按普通字符去匹配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我用这个来写一下吧 你看啊 我做一个字符串 STR等于 ABCDEFG 我这里边讲说有加号 有 星号 然后 有斜线 有大括号吧 等等这些符号 你看呀 我经过这个输出 PREG 下要线 QUOT 写错了 使用这个 QUOT 使用这个函数 STR 我们来返回一下 你看一下 把所有正责的原字符都给我们加上 什么 转移字符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取出来 在正责模式里用的时候 就想把原字符作为普通的原子使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行上去处理一下 他会把所有原子你你自己考虑不到的地方都会给你加上反映号 也就是加转移字符 当然了我们自己也可以这么加就不用这行上去处理了 所以你要知道哪个呃 原字符想当成原子用的时候可以手动的加 当然你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用这行上处理一下 他会帮你将原子全加原字符 有个特色字符包括这些全部加上反映号 这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特性啊 这里边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看一下 所以呢 到这里边呢 呃 咱们就把正责表达式和字符串处理函数呢 呃 像 像大家介绍完了 也可以说是把PRP的所有语法也都介绍完了 就是基本的语法 那后边再讲的每一部分呢 都是他的功能篇了 就不是基础知识部分了 比如说讲图像处理 就可以处理图像了 讲文件处理就可以处理文件 呃 讲数据库处理就可以处理数据库 等等等等 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用到前面所有基础知识的部分 所以前面都属于PRP的基本语法 还属于数据类型部分的 所以在下次课呢 咱们讲的就是功能篇 就每一部分是一个功能了 然后呢 希望大家呢 正责呢 呃 正责这个呢 呃 说是简单也很简单 但是呢 也需要你把它去练习 所以希望大家多做一些例子 你可以参考细说PRP中正的表达式 呃 那个章节最后那个例子去做一遍 然后巩固一下 这样的话 在我们后边应用到正的表达式的时候 你才能灵活的去使用 好了 嗯 这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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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